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被人为的损毁等等 而是面对这样一些共享单车的管理乱象 现在有那么一群人站出来了 他们是被称为叫单车猎人的这么一群人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 能够使共享单车管理乱象得以规范 那么他们的行为能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关注 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 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说说您的看法 您对他们是不是表示支持呢 是不是愿意参与呢 您可以在互动平台来说一说 同时您将有机会获得门窗木墙 五金专家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我们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单车猎人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 我们单车猎人就是一个自发组织的一个民间组织 工艺性质的一个组织是不计报酬的 平时利用工作闲暇之余进行在APP上找那些尾停车辆进行举报 然后并且将那些尾停车辆移至路边 然后拍完照片以后呢 然后就直接选择那个进APP 然后左下角右下角先有一个举报尾停 然后那个扫车辆编码 然后就记录下以后 选取照片 然后写上那个楼下尾停 这就可以了 就人工职业选择提交 这是一个游戏 就是我从地图上就是看见这些小区 它就像一个副本 然后停在里边的单车就像一个一个小怪 然后每一个小怪都是一个经验值 我进去找到这些小怪 把他们打死 然后获得一经验值 好 这些单车猎人呢 他们的任务就是找到这样一些违规使用的共享单车 然后呢进行举报 把他们拯救出来 对他们的行为 各位是不是点赞支持 听听沈月 对于这个所谓单车猎人这个行为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支持他们这样上街去玩 但是要说我个人呢 我可能就不会加入什么这一类的这种组织 或者说这一类的这种运动中 因为我觉得在路上 我如果见到了这个被破坏的共享单车 也是非常深恶痛绝 但是我也拿它没有办法 对不对 因为我最多能做的就是有一些站到的车子 我把它摆正 或者有一些车子可能取正比较容易的情况下 可能我也可以随手拍一招 但是说句实话对横步几乎是大街小巷这种被破坏的车子 我觉得是无可奈何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我觉得类似于这种单车猎人 他们怎么运作的虽然我感到好奇 但是我觉得我并不是特别看好 所以我可能不会加入 你怕他这个行动继续下去会走偏是吧 对我觉得其实挺难操作的 因为据我所知有很多人啊 他蓄意破坏这个车也有着一种比如卸愤 或者说是觉得共享单车抢了他们这种黑摩滴生意啊 这种情况在 所以有些地方的这个共享单车是几百步累在一起堆放在那的 这种情况底下你无论怎么去取证 你也是追溯不到那个蓄意破坏的那个人的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我觉得他们这个运作呢 可能主要还是有趣吧 这个可能是一个主要的 就让他们去玩吧 但是他们能做到多大的这么一个作用 有多大作用 你其实是有点 我比较持保留意见的 持保留意见的 出现猎人呢 我真的还是觉得给他们应该该点个赞 我小时候呢 很喜欢看《圣斗士青史》 那时候就有个理想说 可以拯救雅典达 也可以拯救世界 那个是小时候呢 青春时候的梦想 然后再后来发觉 其实搞什么那么大的梦想 就去玩玩超级马力 可以去壮壮小金币 可以呢 去打打官 过过一些生活 人生就很小确幸了 再后来发觉 其实长大一点 发觉原来应该是 就像生活那样子的 就是猫吃鱼狗吃肉 奥特曼打小怪兽 这么简单一点点 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出现这个单车猎人呢 又发觉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你看 它就像一个什么 城市规则的守护者 我们说看那个 我女儿最爱看的那部片 天天说的 保卫森林 雄雄有责 好 OK 这也让我们感觉有一种自豪感 但同样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我们就每一个人 都像一个叫什么 一个神枪手 每一次出发 都能拯救一部单车 那种感觉是一种兴奋感 在游戏中的刺激感 兴奋感 还规则的守护者 这样总有出现 我觉得这种单车猎人 他们这个组织 如果运作得好 还是有他自己前进的方向 保卫单车 猎人有责 好 好 我想看咱们TV2的观众 应该是很多期咱们做了 共享单车的事情 但是唯有这一期 是让我感觉最舒服的一期话题 就是这个舒服里面有什么的 就是让人有一种感动 我觉得他们的行为挺单纯的 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 那么我们知道 为什么它会让人感动呢 就是在人和环境的关系 实际上是咱们心理学里面 研究的比较多的 那么当然我们对环境 有一种亲环境的状态 助人的状态 就是我们想要维护好这个环境 还有一部分人 因为环境带来的 让我们的不舒服 我们会攻击它 会破坏它 那么共享单车里面的 这些单车猎人 他们做的事 就是一种维护单车环境的 一种行为 这里边你看他们有助人的 他们把这个单车修好了 能够更多的人方便 同时呢 他们有一种友善在里面 他们对待这个单车 就像对待小动物 对待一个人一样 他们非常的友善 还有一个呢 他们结群参与 他们要把这种积极性放大出来 还有一个部分 他们维护规则 我觉得这几个部分 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整个社会的 一个缩影里面的希望 就像原来说 好像共享单车 变成了我们国民的照妖镜 我觉得这批捉妖的人出现 让我们又看到希望了 好 那目前呢 这个在全国参与这项 单车猎人行动的 大概有三千人左右 如果说要达到猎人级别的 并不多在北京 大概只有十来个人 那么这个发起者 上海的这个庄稷 他为什么会想到 发起这样的一个行动 他的思路又是什么 我们再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庄稷组织了一个名为 魔族猎人的群 目前在全国有三千多个成员 这个群等级森严 分为粉丝群 实习群和注册猎人等多个级别 升级要通过层级考核 从菜鸟粉丝成长为猎人 至少要过三关 目前魔族猎人 有超过43个不同地区的粉丝群 人数达到3428人 正在考核阶段的实习猎人 近200人 不过正式的注册猎人 只有100多人 我们发现发起者 他本来的初衷是为了维护规则 你所有不规则的行为 违反规定的行为 我都把它更正一下 但是他们采取的行动方式 却是游戏 各位觉得 他们说到 他们的猎人圈子的一个共识 是叫不谈功德 不谈热情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说法 对 我就在想 你看 为什么他的名字 不叫单车医生呢 他就叫了一个单车猎人 这个事情他很有意思 你看他里面 猎人是什么 打猎 里面有一种运动的性质 有一种娱乐的性质 还有一种满足 我觉得有一种那种 行侠仗义的犯下 对 冒险 对 这里面都有了 他好像在这个体系里面 完成了他一系列的心理活动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发现 他好像不太 已经不太求什么社会回报 就他们从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 当他们看到有人 把他们修好的这个自行车 骑上的时候 他们已经获得了一种自我的满足 那个骑行的人 骑上车 本身对他们是回报 这对我得打断一下 他们这个魔族 什么猎人 真没有人修自行车 这个不要回晓去 没有人修 很少 很少 有人带着工具 有人带着工具 我看有中学生带着工具 亲自把他那个车牌啊什么的 包括车座找回来给他用上 行 我们当然非常地赞成这样的行为 但是我们看到魔族猎人 他说了他们的理念了 重点的是要利用他们的游戏规则 发现违规的人 举报给你扣分 刚才那个庄继说了 我就送给他一句话 庄继 有创意 你们玩得开心就好 是真心的 他们也不求什么表扬 做好事什么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刚才说 我为什么不会加入他们 因为玩游戏有这样一个特点 有一个术语叫入坑 你要不要入这个坑 也就是说呢 玩过游戏的人都懂 潜藏即止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他们魔族猎人也一样 你要玩这个游戏 是不是要深入 我们看他的这个整个一个 这个创始人的一个构建体系 是有乌托邦思想在里面的 他有好几个等级的这种 分明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对不对 三千多个粉丝 但是现在全国真正所谓的 恋人就一百来个 这是很难的吧 那么大家就需要 在这个组织中去晋升 去争取到这个名额 这当然也不是一个坏事 但是我恰恰担心的是 这一个部分 就是当你玩这个游戏 升级的时候 是不是还就是为了快乐呢 我立刻就联想到 另一部电影 叫V字仇杀队 里面所有的这种人 都带着一个叫 盖福克斯的面具 就是三撇小胡子 盖福克斯的面具 他们这些人是什么 他们不是理性的象征 他们就认为自己就是正义 虽然我现在说 把它套在这个共享 这个自行车链人身上 是过了 有过了 但是我觉得 他们似乎有点这种理想 有点这种理想 因为这个创始人说 入会还要看三体 三体是一部 黑暗色彩的科幻小说 我也看过一点 反正我是不喜欢 所以我觉得这个组织怪怪的 它可能是以玩为主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 受我们中国这个大侠的思想很重 你看我们中国拍个功夫熊猫 都要有这个大侠 这个行建天侠的这种感觉 当然我也在想 也有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感觉 他就觉得说 作为一个所谓的这个单车链 很容易出现什么 比如跟人家产生冲突 比如人家会出现一些所谓的 有点似乎冒险的一些行为 那么现在我们用不谈道德 不谈金钱 不谈所有的方式 做成一个什么 做成一个像淘宝 像一个游戏的一个 打官打小坏色的这种游戏 更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 所以可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他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新鲜的思路 让人家进来 我只能说在这个阶段 应该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思路 应该给 虽然说不见得 他一定能做到多大神 但是我觉得 他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什么 参与来玩这个游戏 所以这是有可能的 好 面对市场上的 共享单车的管理的乱象 现在单车猎人挺身而出 对他们的行为 那么观众朋友 是不是看好 是不是点赞 我们来看看互动平台上 黎一元他说 我很愿意参与 为文明启用共享单车出份力 张正清他说 以前有专门打假的 现在有人专门打猎 目前的这个阶段是好事 过一阶段 不需要猎人就好了 阳光彼岸他说 为单车猎人点赞 但谈物质奖励就免了吧 免得玷污他们纯洁的用心 老刘说 有意思的举措 不过呢 不知道单凭猎人的兴趣 能坚持多久 企业要加入 这个加大激励的力度 让猎人的收获多一些 才能有更多的人 愿意当猎人 好 欢迎大家继续在互动平台 来发表您的看法 您将有机会获得 门超木桥五金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 提供的奖品一份 各位觉得就是 目前他们所得到的 就是回报 赏金就是积分而已 那各位觉得 应不应该对他们的 这种行为点赞的同时 赞同给他们更多的一些回报 物质上的回报 那么这个回报 应该是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探讨的 我们在想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活 这个单车猎人 现在在干的活事物是什么 我们可以想 就是企业应该干的 这是应该企业的运营成本 企业应该更请 请张老师 请沈月来 一起来 你们出去 来把这个车找到 把这个车把它找回来 这个是企业应该干的 就是养一批这样的管理人员 这应该就是它的营业成本 现在搞成了一个运动 有一个组织 自愿者的 像类似自愿者的方式 来帮你做 而且他们还自己说 我们是来玩游戏的 来呼吁大家来共同参与的 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面 但是企业是不是就省下了 一大块的成本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企业该不该回馈点什么 我觉得应该 那可以做什么呢 不一定是回归 大规模的所谓的资金 但是可以回归好几样东西 比如你做到几十单车猎人 拯救了几部单车以后 你可以享受多久的免费骑行 再比如说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这个信用积分 你拯救一只单车的信用积分 得到一个非常高的额度 这个未来可以体现在 他单车未来再往前走的路上 比如说以后打广告或什么之类 给你有一些相关的配套 那当然了 我比较反对的就是用 足额的大额的金钱 来进行他的奖励 因为我记得以前很容易会出现 比如说摄入到金钱之后 有些所谓的比如拍客 随手拍的这些举报的这些东西 变成了一个职业的一个人 那这个是有他的这个威胁性 所以我赞成用他自己本单车系统 作为一种鼓励 共享单车运营企业 自己的产品来做奖励 其实汤汤在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就在想一个事 就是这些单车猎人 他们本身是不是希望 从这个企业那里 得到一部分支持 或者他们是不是说 觉得这部分活 本来应该由你干的 但是你现在没有干 所以我干了 我觉得不要把个体的行为 和集体的行为 气氛的那么清楚 不是这样的 那事与不是有什么关系 而是说这个就是 你看他们 我今天我其实特别想 少谈这个企业那点事 尽可能地把他们的行为 放在一个娱乐 单纯的一个状态下们 他们之所以会跟单车企业 去勾连 去发生关系 是因为他们确实 需要获得一部分支持 他们想把这个事做下去 他不是想要获得物质上的奖励 也不是说这部分活 本来由你企业干的 我觉得他在里面找到了一块 很有意思的地方 之所以说他们会有什么游戏规则 什么是设置像沈月说的 我觉得那就跟我们一块去打猎的时候 一块去钓鱼的时候 我们有队哥 我们有一个规则 我们一起玩 我们是设立这个规则 这是为了让这个游戏变得更好玩 而不至于那么枯燥 我觉得他们已经有他们的系统了 其实这个魔族猎人的这个创始人 他跟这个共享单车的老板写过信的 想让他们设计这个赏金猎人这种模式 说白了就是 当有人完成了这个规范的骑行以后 给红包或者一类的 但实际上我觉得呢 这种行为我觉得就不妥 因为实际上你使用共享单车时候 规范的使用 以及我们大家不要去破坏 这样子一个所谓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财物 或者说不要去蓄意地 给别人社会上制造这个添毒 这都是对人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现在这些东西达不到 我们也知道有法律缺失的部分 有可能大家没有意识的这个部分 我们讨论过无数期了 很复杂 这样子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也不需要通过给钱或者奖励 去激发所谓的一个 就是说人性的一个正义感 这个这条路是错的 本身就是这个魔族猎人说了 他不要谈正义感 不要谈道德感 他要玩 那如果他现在去寻求 所谓的这个奖励支持的话 不是违背初衷了吗 所以我觉得不要去谈支持他 共享单车企业也好 有关部门也好 不要去支持他 让他们自己玩 在法律的界限内玩是可以的 就是你们自己觉得高兴 乐在其中 你们就玩 什么时候不想玩了 就放弃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跟其他的企业 或者是跟政府部门 都没有关系 没能和利益挂钩 对 好 现场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继续关注 单车猎人这件事儿 围停毁坏私藏 共享单车尴尬不断 单车猎人联手出击 举报解救 打响共享单车保卫战 不谈功德 不唱高调 猎人圈子的理念该如何解析 闯关做任务领奖励 网络游戏是否在破解公共管理难题方面 成为一道亮眼的新风景 成恶扬善的单车猎人应该给予物质奖励吗 共享单车解救行为的度要如何把握 TV2翻影亮剑 单车猎人出现 你愿意加入吗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2 面对共享单车管理的窘境 现在单车猎人出现了 对此对他们的做法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说一说 您同时有机会获得 有门窗目墙五级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那共享单车的这些单车猎人 他们在进行拯救共享单车的时候呢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有时候会碰到困难 困难有时候呢 甚至是会面对危险 我们来看一下 遇到蛮横的违规使用者 冲突一触即发 这是你家的吗 不是你家的吗 不是我家的吗 我是你家的车是你家的吗 不是这不是我钱的吗 你咋不过钱的事啊 不是那大家都尊求这个社会功德 大家这个都不能让 你是哪里 你是哪里 有的单车猎人在举报解救 违规共享单车的过程中 还遇到过违规使用者 放狗追赶之类的危险情形 好 单车猎人 当他们去拯救违规使用的 共享单车的时候 如果说没有碰到违规使用者本身 那么他们的行动可能是比较顺利的 但是如果碰到了 这些违规使用者面对面 那可能就会发生冲突 甚至是肢体上面的碰撞 那各位觉得 作为单车猎人来说 他们在做拯救这件事情的时候 应该掌握什么样的度 不要去越过什么样的一个界限 我觉得他们掌握不了度 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形成了组织 或者说他们游戏着的话叫公会 以后这种群体非理性的力量 起来以后 就你不可能去避免这个度 所以我建议的是 每个人都把 这个单车猎人这个精神 好的这一块 就是学到自己心里面 我们每个人上街 都可以成为一个单车猎人 去自觉维护这里面的规则 但你没有必要加入一个组织 没有必要加入一场游戏的运动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会满足于一个游戏 永远只是简单的打打小怪 长一个经验值 对不对 你不可能满足于 在街边拍这么一个违章的车 上传到企业后台 很快你就觉得枯燥了 那么要玩下去要怎么办 要晋升为实习猎人 精英猎人怎么办 你得做出点很牛的 能够秀得出去的事情 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 刚才视频中的这种 我要直接去捡别人锁 我要闯进别人的院子里 把别人私藏的这个车给拖出来 但这些事情就触碰了 法律的底线 你侵犯了别人的隐私 和别人的权益 当这种事情起来的时候 根本没有理性可言 就像我们看到的 有的时候时空打起来了 怎么办 那这个界限到底在哪 是不是说 作为单车猎人来说 他们只去举报就够了 不要去把自己 当作执法者去动手 当然不能当成 其实沈月刚才说的 让我想到了一个场景 我们每天在延南湖边上 我看他们有走步群 他们就是结群 在那走 放着那个激昂的音乐 走着江东的步调 也有人不加入这个群体 他们就悠闲自在地 走自己的步伐走的 我觉得这个都无可厚非 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理解单车猎人里面 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 他们其实是本身 他们知道他们的价值 他们不需要某个群体 某个社会 再来赋予它一种价值 来说我认可你 他们不需要的 第二个部分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这里面 可能有冒险 可能有刺激 可能有触犯法律的边界 他们是很清楚的一群人 他们就是要跟 这个社会的法律 甚至要跟某些边界 摩擦摩擦 他们很像是一群 青春旺盛的孩子 他们就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感受这个社会 甚至他们想探究一下 到底这个社会的 道德底线在哪 到底你是保护我 还是保护那部分 搞坏单车的人 我觉得他们这个心理 是我们需要去尊重的 他们是一个自发组织 我们要保护他的自发性 那但是他越界了怎么办 包括比如说 在冲突当中 把别人打伤了 或者自己受伤了 都有可能 法律法规 其实都有做了一个 很完好的界定 就这样 其实他们在执法 他们都说 所谓的这个 就对单车的这个 他们也其实没有任何执法权 解人家思索 这是完全不对的 想都可以知道 就算是 你要把这个车扛回去 从别人的院子里扛出来 我说句实在话 他单车列人也不妥 要企业的员工 跟他一起 所谓的叫联合执法 也才有点 这种所谓的可能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法律法规的边缘 定在那个地方 你现在 但是就是 沈月已经谈了一个 非常好一点 在打怪的过程中 一定会不满足于 打怪只是打小怪 会越打越生 那就是一直在尝试着 越打越激动越冲动 这个边界的话 那就是他的危险性 所以法律法规作为边界 我觉得这是 无可讨论的一个东西 这个可能要定为 他们的一个相关规范 好的 我们再来看 在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的留言 董大他说 单车猎人算是 见义勇为者吧 朱辉军他说 厦门城市发展太快 市民素质还跟不上 很多车都被弄坏了 为单车猎人的行为 点赞 其实咱们厦门 据说好像还没有看到 单车猎人出现 佛动凡心他说 当猎人与被猎者 产生纠纷时 谁来处理 就是我们刚才提出的 这个问题 幸福家庭他说 加强管理 加入单车猎人 为厦门文明城市 创造良好的氛围 说到加入到 单车猎人这个行列当中 各位想到过没有 就是你自己为他们的行为 点赞 同时呢自己也有一种 冲动一种欲望 好像也想去做这件事情 需不希望 咱们即使自己不做 希望我们厦门出现 这么一些人群 当然 我也非常希望 我的身边能有这样的行为 就是你看 从这个心理学上讲 有这个什么呢 有这个 亲善的心理 但他达到行为 还有一段距离 比如像我 我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原因 我说我没有这个时间 对吧 没有时间 也是亲善行为 达不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也希望有一天 我是不是有时间了 我能把我这种亲善的行为 表现出来 能够加入他们 我不知道 但是我对这个行为 我是希望它出现的 我们厦门一直在推荐说 人人都做志愿者 为城市文明做贡献 我们当然也需要 这个它可能是志愿者的 某一个很小的范畴的一小块 但是这也是 城市文明的一个促进者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如果我们厦门 能有多一点 这种类型的 那当然了 它抱着游戏的心态来 也好 进进出出 也好 只要它能为我们城市的规则 点点做个好 我们就给它点个赞 我很期待 对 我希望厦门 也有这样的参与者 但是最好它秉承 我们厦门一贯的 这个温和传统 也就是它如果现在 也是做一做这种 拍一些违章上传什么的 可以没有问题 但是从大环境来说 这些共享的这个企业 它还没有把运营维护的重点 放到这个后期的 这个保障上来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根本重心不在这 现在还在拼命地投放 拼命地抢市场 那么在这种趋势底下 你势必要让它这个主体 将来来带动 这一块规范的时候 可能你猎人 也所谓的这种志愿者吧 也才能跟进 因为你现在采取激进行动 一定是不妥的 所以我只是希望 这些有责任心的人 他温和地去处理 不知道他们的这种行为 如果说走点极端 对于运营企业来说 会担心 你给我添乱 你不要跟我做这件事 我本来有点小担心就是 如果出现一个极端的案例 我跟张博士 我也有这个主要 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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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